如何信仰宗教 假使我们能够暂时放下我们的嫉妒 骄傲和自私 我们就能够发现到收集宗教的正确方法 宗教曾经被很多人用来逃避生活 因此很多人主张信教的人不是真实性的宗教人 他们也许披上了很多宗教的外衣 他们即使经常去祈祷 他们仍然没有去学习了解宗教代表的是什么 宗教教人行善 但是人对宗教的这些最重要的部分都兴趣不大 相反的 他们倾向某一种宗教仪式的攀缘 这些已经失去了宗教的真正意义 人仍然没有去了解宗教要求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假使我们至少暂时能够去除我们的质度 骄傲和弱点 我们会发现收集宗教正确的途径 但是非常不幸地 人们参加宗教活动 不但不能够跟随恶念 还将恶念隐藏或者根植于他们的内心 当我们观察到很多宗教活动 人们以宗教的名义举行 我们就以为宗教是在那儿进步 其实宗教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是内心的开展和理解 但是已经一天一天在那儿恶化了 我们很多人偽慕成为宗教的 而在宗教的名义上 我们犯了很大的暴行 宗教在危险中 宗教已经带来很多混乱和不安 另一方面 真正的宗教 不过是内在的觉悟 和慈悲心的开展 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问题 依靠我们精神的实力 切法正直地解决 以纯精神主义来逃避问题 是一点都不勇敢和精神的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非常不健全的地方 男众和女众们都快速地滑向毁灭自己的下坡 同时他们想象他们已经进步到 一个光辉文明将会实现 以宗教的名义 将非宗教播送到各处 很多人是在那儿滥用宗教 来到获得他们个人的好处和权力 宗教不应该是一个人 对他的生命和下一个世界的梦 也不是单纯地死守教条 而成为令人讨厌的东西 宗教应该是生活在此时此地 作为有文化 有文明 并且有了解力的人们 过着和平和满足的生活 一个人不应该企图以法律公权力 来介绍宗教信仰 宗教只能够用说服力 宗教信念必须根据自己的信服力来接受 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人们的想法 转向不可知的外力 而佛教则是引导人往内看 去寻找隐藏于个人里面的潜力 一些人相信法是人具有的 人就是法 法也是人 法有鬼池之意 所以宗教不是向外获得的 而是向内完成的